综合台媒报道 7月18号 由美国前国防部长埃斯伯率领的大西洋理事会 一行于当天抵达台湾 计划开展为期三天的行程 台外事部门对此表示欢迎 并声称蔡英文将与他们见面 由岛内网友讽刺 美国又来骗钱 据悉 所谓大西洋理事会是指无党派的美国智库 其总部位于华盛顿 成立宗旨为强化大西洋的政策研究及合作 有分析指出 大西洋理事会的研究领域 主要在跨大西洋地区 而台湾属于太平洋地区 因此埃斯伯串访台湾 或将意味着美国传统智库正在加紧转型 将注意力更多的从欧洲中东 转向所谓印太地区 对于埃斯伯一行串访台湾 台外事部门声称 埃斯伯担任美国防部长期间 曾多次公开表示对台湾支持 卸任后也持续关注所谓台海和平稳定 是台湾重要友人 值得注意的是 在任职美防长前 埃斯伯曾是美国军工企业 雷神公司政府关系副总裁 有岛内网友讽刺 又来骗钱罢了 就在埃斯伯抵台的同一天 台防务部门注意到 解放军当日再度派遣 两架次军机进入台湾所谓空域 包括一架次运巴反潜机 和一架次卡尔巴反潜直升机 本月以来解放军军机已累计进入台空域9天 2022年累计138天 近年来埃斯伯频繁在两岸关系问题上大放厥词 妄图引发台海局势争端 今年5月 埃斯伯在接受日本共同社采访时声称 台湾是所谓主权国家 并扬言美方应检讨一中政策 日前 埃斯伯在接受美媒采访时被问到 若大陆武力攻台 韩国军队是否应支持美军 且军事介入时 他回答称 一旦台海爆发冲突 日韩等国若不以一定方式介入 这是很难想象的 针对美前高官窜访台湾 我国防部此前曾明确表示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祖国统一是绝对要实现的 外部势力干涉是绝对不会得逞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时代战 随时能战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挫败外部势力干涉 和台独分裂图谋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中文字幕提供